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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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營造舒適簡約的家居 又要兼顧不同的實用性 在空間規劃 和顏色選材方面 就要下一點功夫 這集設計家 帶大家來到維港會的一個單位 在我旁邊有設計師阿Tim 阿Tim 你好 你好 我叫阿Tim 我公司名叫Tim Design Limited 我入行19年 我想知道 其實這個單位 現在的實用面積是多大 以及原積的間隔是怎樣 你們有沒有做過什麼改動 這個單位 實用面積是484呎 是一個新樓單位 所以我們大部分都不會做間隔改動 另外廚房廁所也沒有改動 其實這個單位 有多少人入住 以及接下來 湖主找你們的設計 有什麼設計要求 本身屋主是一對年輕夫婦 兩個人去使用 但未來他希望會有個小朋友 所以有很多想法 是預計在內 其實他本身都很喜歡一個風格 就是一些比較柔和 日系或木系的感覺 另外除了有小朋友之外 預計之中 其實接下來 是否也會有想養寵物這個年頭 是的 屋主雖然很年輕 但他們全鋪排 即是未來幾年怎樣使用 或者有工人姐姐 亦希望可以在下年 會有一隻貓貓一隻狗狗 我看到你們的設計 其實都符合了 戶主想要的需要 我們首先看看打開門 其實近圓關的位置 其實那一邊的原跡 本身已經是一個耿廚設計 還有其實這個單位是一個特色平台 我看到其實在進入這個飯廳的時候 其實都做了一些設計功夫 可不可以跟我們說一下 其實在那一邊有花了什麼心思 首先這個是一個特色平台 我們只是做了一個小小奇角 是貨舊舊洗澡的 然後進入門後 緊住沒有工作 其實因為屋主有很多要求 他覺得髒 要很乾淨 所以我們做了一個拖門 但拖門又不可以遮擋 沒有日光或是很壓迫 所以就做了一些特色玻璃 有些清片玻璃 另外比較特色的是 有一組鞋櫃 那組鞋櫃 女屋主自己要求 是蠻特別的 可以燙板出來 就是在門口脫鞋 而不用踩入家裡 又可以放到雙鞋進去 我看到其實這個鞋櫃 都非常之花心思 而且我覺得女屋主很厲害 她想到這個提升實用性之餘 其實都比較省位 我看到這個貴身方面 其實揀選了什麼材質 因為感覺都比較舒適 還有柔和的感覺 其實主要會揀選了一些木紋系列 有膠板有木皮 加上還有通膏板有磁石玻璃 可以寫東西之餘 就可以塞石塞在紅牆上 圓關就加入了高薪的儲物櫃 亦都選用了圓浮的形式 和選擇了木式的設計 帶大減低壓迫感 我看到其實在某一些飾面板上 其實都做了一些功夫 其實都是為了未來 可能會主想養貓貓去設計 很多不同的空格 甚至可能有些斜板 其實都是為了 是不是將來會主都想養貓貓 然後可以方便給貓貓多些活動空間 其實那些位置 當初和兩位屋主設計了很久 有很多意見 但是因為屋主提早找我們去做這個設計 所以我們還有充足時間 譬如你現在看到那個櫃 我們做了一些間條 其實是等它疏氣 這個位置將來會用來放貓沙盤 斜板就是讓貓貓這樣走 其實櫃亦都可以通通到其他地方 其實近門口的這個位置 除了加入了一組儲物櫃之外 其實都是可能會用膳的地方 其實我見你都在這一邊 在其中一幅長身 其實做了一些少許特色長身的感覺 可不可以跟我們說一下 其實用了些甚麼材質 和為何會選擇這一款顏色呢 其實屋主很有品味 因為它本身研究了很多設計的概念 我們幫它想 譬如現在這個範區 其實剛才那組櫃 它都要叫我預設一些緩衝區域用來放衣 然後要帶整個感覺過來 要想少許特色 雖然是新樓 就用了一些藝術契 用這種灰色其實比較容易配襯 因為可以配襯 無論是石櫻石 混石紋 都可以容易配襯 還有它是有堅固性 加上防水性都強 所以你會見到 這個長身其實連了一組木架 木架都會用來儲物 然後做了弧形的效果 我看到了 其實你在這間加上了特色長身之後 譬如在選擇其他傢俱 因為其實飯廳自然很需要一張飯桌 這張飯桌其實又要怎樣去選擇 才可以配襯到這裏的氣氛 如果我們本身純粹一張餐桌 可以用玻璃 但玻璃有時自己的心理會很害怕打爛 因為以後有機會有小朋友 通常很流行就是會用硬板 用得硬板其實多數都會用滾石紋 所以選擇一些淺色滾石紋的硬板 而且可以延長 屋主本身就是兩個人生活者 但以後會有工人姐姐加小朋友 延長就可以放大桌子 加上你會見到整個客飯廳 都會有一些石紋的石 長身亦是一個系列的顏色 所以選擇這種餐桌 硬板就可以了 那我們現在就參觀完 一個飯廳和門口云關的一畫 我知道其實這個飯廳都連接著客廳 而客廳裏面其實都花了些心思去設計 不如我們過去參觀一下 好啊 其實我自己很喜歡簡約風 我設計這麼多東西 其實都是有時迎合屋主的要求 或者家人觀眾自己的喜好 我自己就很喜歡簡約 因為我比較喜歡一些少少黑色 或者很多白色 喜歡不太多傢視 或者是自己添置 可以這樣 我和阿添現在就來到客廳的位置 阿添其實整個客廳的設計概念 是否都貫徹剛才我們參觀過的飯廳 絕對是 譬如電視特色場 我亦做了藝術漆 呼應飯廳 整個色系 譬如我們有一個電視地櫃 電視地櫃的桌面 那塊石都是鞋櫃那邊的石 會令整組櫃一體化 加上電視地櫃這裡 我們特意開了一個洞 就可以用來做遙控去接收 這樣就方便很多 譬如上面那裡 就剛才我說了 那些櫃裡面有些通洞 其實是給貓貓的 你會看到有一個洞 可以走過來這個層板 不過現在未養貓 以後養貓就會拿走這些飾物收藏品 客廳的電視長身 就用了簡約設計為主 選用了淺灰色的眼術油漆廠 令整個感覺都非常舒適和自然 我看到其實在這一組的傢俬方面 其實都加了一些燈效在這裡 無論是上面的層架 或者甚至其實整組櫃都是用鹽浮形式 其實都加入了一些燈效在這裡 這樣的設計 可以為這間屋帶出什麼氣氛在這裡 其實加了一些燈帶 你剛才說燈效 就是完全是一個氣氛燈來的 可以令整間屋明亮些 但是如果我們較暗些 譬如我們不開燈 也都可以焦點去住你的傢俬 加起來就會令整個感覺通透些 空間感會大些 其實另一個特色的位置 我覺得就是我看到天花 其實是突然間製造了一支東西在這裡 其實有什麼用途呢 這個其實是屋主要求的 本身屋主想玩空中瑜伽 其實幫他想了很多位置都沒有什麼位置 通常大部分觀眾都會在客人聽到做 所以我就不想他淘寶 因為怕不穩陣 然後我就叫廠特別訂製這個配件 就幫他安裝上去 其實來到我們沙發這邊的長生 我看到其實就是相對樓白多些 其實設計是非常之簡潔的 有沒有原因 其實都有原因的 跟屋主有溝通過 本身我自己都真的不想 全屋都要每一幅牆都有特色 做很多裝飾東西 其實樓白都是一種設計 因為我們可以令到他比較清澈 加上一張普通沙發 為什麼會這樣呢 其實走廊位都做了一個特色框 如果這裡再做特色就很累積 其實這個客廳旁邊就連接著一幅大的玻璃窗 其實都是露台 我看到採光其實是非常充足 這一邊其實相對是光亮一點 其實這一邊在燈效方面又做了什麼功夫呢 其實這個反而就不算很特別 很多我們的房子都會是這樣的 現在尤其是新樓 我們只是配了一些簡單的燈 並不是很貴的 可能網上已經買到 或者香港很多店舖都有 那就已經可以了 有時候我們都要考慮 未必一定要買一些很漂亮 很有特色 因為我們的焦點不用是天花 我們的焦點已經有特色長 有很多條紙 那就已經可以了 那我們這一節都看完一個客飯廳的設計 我知道這裡其實還有一些睡房 你都為了護主去配合它 然後加了不同的設計在裡面 不如我們下次回來就進去參觀一下 好 如果是我自己私人的話 我設計的要求就是 首先要配合到屋主的要求 然後如果是一些很特別的東西 是根本揭除了人體工學 那我就不喜歡 但是如果我最喜歡的那些位置 就是我通常一間屋不會超過四隻顏色 譬如物料也是 我比較偏向用木紋膠板或者膠板多些 因為內容性強 回來節目時間 我和阿添來到細房的位置 阿添 其實這間細房 其實護主有什麼要求 以及其實它想用來做什麼用途 嗯 本身這間細房 就是用來給以後的小朋友 用 加上是公人姐姐的 你不要看現在這個床的位置 設計得這麼漂亮的話 是以後的小朋友 其實是公人姐姐的份上的 我看到其實為了配合護主 可能將來會有小朋友 加上公人姐姐 其實這間房就是製造一個高架床的設計 其實這裏的空間 是否都特意預留多些位置 其實是給寶寶去用的呢 嗯 絕對是 因為本身這個房子 這個績 客房就不會很大 所以唯有一定要把床升高了 才可以再有寶寶床的空間 你可以看到這裏的位置就是寶寶床的 然後後面整個層面都是寶寶用的東西 加上有這組一個大衣櫃 有一窗就是公人姐姐的 另外有兩窗就是以後小朋友用的 我看到其實是這組的傢俬 其實是非常之適合客辦廳的風格 是否都想呼應 發明到整間屋的感覺 其實是一致性高一點呢 嗯 絕對想呼應 因為有時我們設計 不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木的顏色元素 就算木紋不同 想個色系都要一樣 或者是很近似 才不會覺得整個屋就有很多顏色出現 例如你好像看到這堂梯 其實襯白色可能會漂亮一點 但是白色又怕不太髒 那一點點綴 黑色下去其實就漂亮很多 我看到其實剛才提到 其實下層這個設計 主要都是做了一些儲物空間 其實我看到在櫃門方面都花了些心思 譬如是給嬰兒用的儲物櫃 其實都特地做了一些燙截門 其實我比較少見的 即是上下層兩層的設計 因為很多時候會有省位 都是用了燙門的設計 而這裏其實你用了燙截門的設計 有沒有原因呢 有原因 因為屋主很高要求 他想關閉的時候 看下去不想有那麼多前後門 所以我就不做一個普通拖門 所以用了一些特別的配件 你見到關閉之後 其實是等同一個隱瞞的感覺 下層的設計 就做了高架床 下層就用來做衣櫃 大大增加儲物空間 我見到這組的傢俬 都跟其他傢俬一樣 其實都加了一些燙效 這組的傢俬 還要做了一些高架床的設計 在加入這些燙效的時候 其實有沒有一些提示 或者有沒有一些特別的技巧 其實技巧就沒什麼所謂 不過最重要是想一些火牛位置 即是將來維修的話 因為通常燒的話 都是燒了火牛 那就要想定維修 預定一些山口 其實還有這間房間 主要還有很多弧線 你會留意到 我們可能很不小心會撞傷 你會見到床底 我們都可以做到一個弧形 其實這間房間 其實面積就真的相對不算大 其實你就做了高架床的設計 其實還有沒有什麼方法 或者其實做這些高架床的時候 有什麼要留意的地方 還有怎樣才可以提升實用性 其實做了高架床 就一定會提升實用性 不過要留意就是高度 還有基本上就是安全的 例如我們床是沒有問題的 就不要做了角樓很大 那些是如果你是床鐵要穩陣些 就要入職的 如果你是純粹木的傢俬 那就不用入職 但是純粹木的傢俬 有機會你都會擔心那個安裝 那我想問 其實整個高架床 有沒有說高度限制 因為其實聽人說 就是整個樓 可能都要有少少的高度限制 但是高架床 有沒有同樣的需要 其實是人體工學 就有限制上就沒有 不過是怕危險 如果是小朋友用 多數我們離地去到床底 就由米半至米七 這樣就足夠了 但是這裡的高度會不同了 因為要跟屋主溝通 如果屋主覺得是可以就可以 其實跟角樓都是一樣的 因為樓底比較矮的話 你上面那層做到這麼高 那就很壓迫 我看到其實這裡的天花燈效 其實都主要很簡單地用了盒仔燈 其實可能跟剛才客廳方面都類似 其實為什麼會只有這麼簡約呢 因為我自己本身都是偏向 就不會用好花效的燈 除非屋主很高要求就是 我特別偏向了天花 我喜歡很多特色的東西 才會想好多花效一點的燈 否則其實可以將預算 放到其他家具裡 所以盒仔燈也是加起來 近年最流行 基本上簡單又便宜 壞了又容易去買 所以就選盒仔燈 我們就參觀完這間小房 我知道在主人房方面 其實你都規劃了不同的空間 去配合戶主的需要 不如我們過去參觀一下 好 我平時在家最常逗留的空間 就是書房 因為很多時候要通訊 或者看電話 或者要上網 找資料 我和阿Tim現在來到主人房 阿Tim 其實戶主對於自己的主人房 有甚麼設計要求 首先戶主很需要一個工作桌 工作桌有時真的在家工作 或者男戶主有時晚上會在打遊戲機 即是幫戶主規劃了一個工作空間之餘 其實都有一個睡眠區 雖然這間房的面積不算很大 但我見你都為戶主規劃了不同的空間 然後那些空間 其實都有各自的私人空間 首先 主人房 我們離不開 要有一個大衣� 然後就要有一個收納櫃 然後還有一個收藏品 有些顯示器 即是屋主有少少模型 要放進去 加上那張床 那你要想一下 整間房都不是很大的時候 那你要有完之後 就想好 主人房就規劃了不同的功能 除了有睡眠區之外 還有儲物空間 以及一個工作的空間 配合戶主不同的需要 其實我見到 譬如在難度上就是 這一邊的床 其實都要適合人體的高度 還有那一邊其實又要預留空間 因為都不希望將書桌可能騰得太過 然後在走廊一眼看進來就看著了 其實在這個設計上 如何去平衡兩邊的空間 首先本身是樓花 我們只能夠找回售樓書的圖 或者網上 就已經要開始去做這個規劃 其實一路最擔心就是 就是剛才你說得對的 人體工學 譬如我們將床 最少就是要1.8的床褥 但是真正做床的話 是會過了1.8的 起碼要1.9的 加上我們可能這一床 我們起樓出來 如果不是太直 我們要做一些傢伙收口 就會慢慢向了出去走廊 就擔心書桌的深度不夠 現在其實都會縮小一點 其實我看到 除了一些可能歡迎全屋的顏色 或者在實用性方面非常實用之外 其實我看到就在書櫃的吊櫃裡 其實都加入了少少型格的味道 是不是都因為 其實護主都相對年輕了 是不是都希望可能 就算是很舒適的時候 都希望可能有些特色 或者焦點的位置出現 是的 其實我是輕輕做了少許深色 因為呼應深色 我們不可以整間屋都很淺色 很淺色或者白色 所以就做一些玻璃門的時候 就有一些黑色的淚 用來點綴一下 由於是我們用了清片 裡面就製造了一個內籠 都是深色用來配襯的 反而屋主就有少少自己的喜好 就是他會在燈方面提議我們 其實他有很多想法 就讓我們幫他實踐 譬如你會看到牆身 都會有一盞壁燈 這個壁燈就可以活動式 有時可以做床頭燈 亦都是如果不需要床頭燈的時候 就可以推過去在書桌那邊用 我看到其實除了這盞壁燈之外 譬如在床的旁邊位置 又加入了燈打的設計 然後這個書櫃的吊櫃 其實每一層都加入了燈效 因為其實都用了一些深色的設計 再加上燈效 其實都比較突顯裡面的裝飾物 是不是都想帶出這種氣氛 首先如果我們床邊的位置 這個是比較特別少少的 通常正常的作品都會在床頭板做滲乾 但因為這間房間床頭板的位置 就這麼巧是一個工作間的工作間 就不想再滲乾 如果是工作或是玩遊戲或打機 所以在床邊做了這個氣氛 然後如果是顯示櫃 通常都會有燈 除非做了玻璃層板 或者是活動的玻璃層板 就未必做到每一層有燈 但通常如果要這樣做 做了一些近層板 都可以在一層板擺一邊做滲光 這樣會漂亮很多 燈效就是設計的其中一個重要元素 這個單位除了在傢俬上面 加入了不同的氣氛燈之外 還在天花加入了一些主照明燈 令到這個空間的氣氛都特別有呈掉 其實我們就參觀完這個單位 都想問你這個單位的設計裝修 和添置傢俬一共用了多少錢 用了屋主三十多萬 今天麻煩大家為我們介紹這個單位的設計家 這集的設計家時間有夠時間 下集設計家會繼續帶大家看不同風格的設計 記住留意 這個單位我其實最滿意就是客房和客辦廳 譬如客房我覺得好像每一吋空間都用不到 加上看上去完全不感覺是一個 給工人姐姐睡的工人房的感覺 加上又有塘梯我覺得挺實用 另外就是客辦廳 完全貫徹到整間屋的感覺 又可以給貓貓靈活空間 所以我很滿意這兩個位 如果你們都喜歡這條影片 就記得Like、Comment和Share 還要記得Subscribe我們的YouTube頻道 和Like我們的Facebook Page 還要按下旁邊的鐘仔 就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資訊